那我请教昆宇 可是这个蓝绿白固然 现在立法院是核心的战场 可是立法院所有攻防的成败跟表现 最终可能就在2026这一个选举 期中考再度检验一次 对这一定会的嘛 那那个所有的以后就变成 每四年大选一次期末考 每两年都是期中考 那么民进党如果没有 把刚才大家讲的这些问题 能够解决掉 能够好好处理掉 官僚系统他对付不了 他就会被官僚绑架 官僚就是这样子的特性 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民进党执政到现在 不超过20年 大概20多年 民进党从2000年到现在 执政20几年 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官僚的传承有2000年 你去跟他玩 他有一万种方法玩你 每一朝的皇帝都要跟官僚对抗 但是每一朝的皇帝 都最后的结果都是他比官僚先死得快 因为官僚会不断的生生不息 不断的有传承 而且甚至还有什么东西都有明码标价的 玩到跟市场经济一样了 然后所以怎么 这个你要对付官僚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能不能对付官僚呢 其实是可以 你要去说服官僚 说服官僚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不要向上看起 官僚 刚刚一站讲的那个故事 他就是标准的向上看起 然后就看看你们想到 这个长官喜欢什么 我就讲什么话 然后叫我就只管升官发财 第一个 以前我们在省府 他老宋都讲了一个事情 你给我去够面对人民 人民的事情把它解决掉 他给你偶楼 他就是在称赞我 他就是在称赞你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管我喜不喜欢 那没有用 第二个事情 有的时候 你要寻求外部资源跟外部意见 你要有足够强的 比如说义务兵制 这件事情 那总统府里面搞了一年 开了大概 大概八九十次会 没有结果 结果还是不断去寻求 没有办法了 去寻求外部资源 然后大家的意见 把它兜起来以后 才说服了整个的军方 然后进行改变 即使到这个程度 都还有那个搞训练的人 在那边碎碎一念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美军的 那个训练方法呢 我觉得我们的训练也不错啊 那这就是大陆官僚 那所以你要去对付他 那你要够不是够硬够狠够凶而已 你要去说服他 你要告诉他的目标是什么 怎样才是 那可以升官发财的路径 这样子他就朝这个方向 一个对的方向去 有一个诱因机制 拉起来 他才能够改变 然后他才 这个政府才能够做出成绩 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 新的政府最需要面对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感谢观看